战大将民进党前组织部主任林振宏 才被控上酒家 现在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也被爆上酒家 旁边还有清凉辣妹的照片 爆料人新党立委参选人游志斌 称自己手上还有限制级的照片 更控诉张志豪 透过支持者来施压 打算花钱压新闻 对此张志豪是出面驳斥喊告 那清德陆战大将林振宏 遭爆穿民进党制服战酒店后 控战大将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被爆出疑似上酒店的极乐照 实现照片场景灯光昏暗 张志豪左右各做一位 穿着清凉的辣妹 疑似饮酒作乐 跟平常火力强大攻击 在野党判若两人 你穿着西装笔挺 你的手放在哪里 左边一个爆乳辣妹 右边一个爆乳辣妹 还有限制级的 看你张志豪敢不敢出来面对 喝花酒的钱从哪里来 一个月薪水九万块 你是用你的薪水吗 是不是厂商出的 报道人游志冰说 张志豪在党中央担任 药职期间喝花酒 更预告自己手上 还有更多核弹及裸露罩 甚至控诉张志豪 试图用这种方式 要他别爆料 昨天半夜 居然去找我的庄角 居然去找我的支持者 告给我钱 叫我不要爆料 张志豪 你错了说清楚 外清德所统治的团队 就是可以用钱收买一切 有没有用微信 对我皮油轰炸 民进党你钱太多吗 你收买我的钱 是不是拿国家的钱 这张照片 与我现在的体态 已经完全不同 十多年前 未婚 而且在朋友的庆生会上 在场的女性 也是朋友 邀约的朋友之一 本人只是谁 人事实地物 说是谁 要压这一条新闻 张志豪驳斥 爆料完全不是事实 更含要提告 但游志冰更加码 连林郑宏在组织部的下属 以及社运部人员 也都是酒店常客 从这份参被报 接受赌博大亨的澳门招待 到民进党立委 跟干部的桃色风暴 外界讽刺 难道民进党变成桃花党 人民的生活 夜晚难眠太苦了 辗转反侧 民进党却在酒店里面 缠绵翡测 这就是民进党 跟人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民进党完全执政 完全贪腐 完全的奸淫嫖赌毒 情色在民进党 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文化 国际民进党有某个主席 他说没有上酒家的不是男人 他也不和乐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因为他们标榜自己是很青年 操守很好 白天抗中保台 晚上酒店做台 下从党工上到阁源 民进党逃色风暴一波波 也让外界好奇 难道这才是真正的民进党 记得江振兵 黄明君 李宥玄 台北